我还蛮喜欢看这个顶级杂技 然后他们是一个固定的四黑马 配合的就会非常到位啊 对阵的是日服的顶级图黄 屁哥 好了这把舞台交给这个杂技 看他怎么溜 躲一下 看他的一个视野 一手 他这边捡的是一个交互素 那他这边还有一颗软泥弹封路 再拉一个弦 看看看看 然后我们可以注意他的一个视野 他的一个视野就全程看着这个 看着这个点 鸟给上 再回去溜回去 但你这样走的话这边减速很严重啊 鸟克软泥弹应该是封路 然后翻 加速拉开 身上是两层的一个debuff 其实减速还是比较严重的 再一颗 再一颗火球断你技能这样的话你被迫要提前先交那个你不能秒你只能是提前交掉 因为你走在这火上面技能就断很久 哦 这溜的可以啊 再一颗火球断你技能 拉开 哎哟 已经躲了几个技能了 这个杂技 不愧是顶级杂技啊 我这场没挑错吧因为我看 他的这个杂技确实玩得非常的溜啊 就是 对应这个屠夫打的时候他的一个想法 他的一个 哎这边差一点点 感觉上面 能走过去 这边翻过去震射 这个已经没有没有操作空间了 但是只剩一台机了 64台机 那么我们视野给到屠夫啊 看外哥 看屁哥怎么防守的 这个位置 搬掉的是 一个佣兵吧 别传送啊 手电机 摘电机 已经说了一半 小爹调香 香水先放出来 那边一个弹板吗 弹板这里可能 回来回到这个位置 这边想要拉一个点 没机会 无穷洞也没机会翻出去 走了 刚才这边 小铁金僵士 盾了一手啊 盾了一手 这边偏香水 香水在拉 回 这根鞋很关键 没拉中 无穷洞 现在才开 那边 救下来 这个节奏甚至外面可以重新修一台 他们这道体系打的也是很顺流啊 我们昨天就开始看了 是不带救人位的 收得快 然后能爆点 这里先看 感觉条式那边也在修吧 对这边也在修 两个人在修 这把就看开门战了 开门战要追这个闸技 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 哦这边一个无穷洞打了两个人 强摸头 打一刀 想要一根血拉死 好牵起来 哎这波电击压的就有问题了 这波电击压的其实 没必要啊 这压的就给了这边小丁家机会啊 因为刚才 不过也不一定因为这个点位的话小丁家其实他的防守还是很强的 再加上已经开了二斤 对吧有三刀流的机会 一个无穷洞躲掉 先知这里操作空间不多啊 9秒钟以后下一个技能下个技能可能就倒了 一轮加速 拉不开距离了 因为本身有减速在 一刀倒地 调尸 机械师那边才开了2% 调尸那边门已经开了 在这边卡着你啊 看怎么穿 穿机械师那边 那调尸是过来捞人 一根鞋直接倒 这边应该是没有任何的 操作空间了 因为这种 这种点位两个交互点 是一个机械师 什么时候太多用的 你只有像杂技员那种 对吧 能跳能翻的 这里也是成功的宝瓶 我感觉开门战的时候 是不是打得有点太平了 不过这杂技遛的是真的好 一个人遛掉了4台机 这小听家都快哭了 我会用这种东西 对吧 我去评计图 没有... 我会把这个地方